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讲人和国可持续发展的第四个目标 SDG4就是幼稚的教育 它总的目标是什么 叫确保包容公平的幼稚教育 促进全民享有中心学习的机会 在全世界来讲 15到24岁 门丸是8% 成人是14%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全国哪个时候只有5.5个亿的人口 其中80%是不认识字的 怎么是不认识字 就是如果你成年人不认识 1500个字 你就是文蛮 中国用了两个手段 一个是简化字 另外一个就是 朱英继某的出行试制法 用十几年的时候 就数码了一个多亿 现在中国的文蛮是在10%以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层次来的 事情就是这样的 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因为是一孩的政策 父母很希望 他们的孩子会出人头地 想去一家比较好的大学 他们就用这些方法去找一些名识去补习 所以过去 他们学生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 父母的负担也非常大 他们付很多的钱去补习 然后小朋友要背负非常大的压力 去上课 不仅仅是上尖规的课 还要去补习 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苦难来的 所以去年内地就推了一个双减的政策 禁止补习班 敲前教学 也不要只看补习的难度 今天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现在是后人往的年代 这些背诵的这些刑细 还是一些考试策略的这些攻略 我觉得对学生的工作不是很大 但是真的是苦了他们 所以内地推行这些政策 我是赞同的 今天讲的这个SDG 第一值这道节理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